喜羊羊中除了那些玩梗和彩当爱 偷看剧本的名场面影非常多 喜羊羊拿出最强武器冰炮 与费羊羊合力重破了关卡 正当费羊羊一筹莫展询问 出去的时候 灰太郎用调侃的语气告诉了费羊羊 你知详情 请看这集开头吧 此外灰太郎还在很多场合偷偷看了剧本 在和冠兽大战一场后 体力不支的两人瘫坐在地 面对缓缓而来的众羊 真是拿他们没有办 你们要再晚来点 青青草原出现外星人 喜羊二人见此场景也是吓出了冷汗 请到飞船做客的灰太郎也是吐槽起来 我们这个不是真谈故事吗 怎么会出现外星人呢 而接下来就是灰太郎的自恋名场面 被困训练场的灰太郎一心想逃出去 但受到高科技的限制 当他看到密码门的那一刻尝试输入密码 第一个就尝试自己的身份 但这次上天好像没有眷顾灰太郎 不是吧 连主角的生日都不是 并且还受到了警报的控制 在决定前进还是后退中 灰太郎为了维护主角的良好形象 决定去救世兵党 虽然没有实质性的成效 但还是强调了主角的声音 谁叫我是主角的 就连灰太郎被黑化的时候 也是不忘调侃剧情不过心 别行 就不能心想一点 就连可爱的懒洋洋也学会了偷看剧本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打开门的时候 懒洋洋的一句话可谓是点起在场中 我以为我被捉八百多次的惊艳发誓 是羊羊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而她的这句话不只是让罪羊羊选 而且还在下一季中很呼吁 你记得主角终于是我啦 小伙伴们 你们还知道哪些偷看剧本的名场面呢 最后喜欢视频的小伙伴 还请点赞支持一下 等会下一季走着球 请不吝点赞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